新南上政策推开观光大门 统计今年1到9月 东南亚国家来台旅客 就比去年同期多出38万人次 在今年东南亚国家入境台湾的旅客当中 以越南和泰国人数最多 不过在登革热境外移入的统计 也是这两国占据前两名 友善观光也必须补偿防疫网 机关署监测2017登革热境外移入 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都突破30例 近一个月来新增的6例中 就有一半来自越南 新南向相关国家来台湾的旅行团 我们中央这边会加强跟旅行社方面的一些联系 来更积极的确实的掌握这些旅客 在台湾的一些行踪 境外移入出现隐忧 不过本土确定病例 今年只有10例创下新低 学者看来透过生态防治法 能防疫又能和环境和平共生 生物防治涵盖的层面很多 它不一定要用鱼啊 用建水澡 如果你发现在那样的环境没有解决 那你就要去了解 可能里面就有些机制存在 这些生物可能它就会吃解决 目前台湾南部仍然是并没闻活跃期 地方卫生局也加派机场轮班人力 在旅客人权和疾病防疫之间都不能松懈 大新闻蔡林湾嘉宏台北报导